如果等文,如是等法,思维修习,事满所愿。 这一段经文只有十六个字。 这十六个字很重要,朱杰里的书。 词端大意味,发藏菩萨大悦,词义太深,超过境界。 这是讲前面三个字的意思。 若通俗了,勉强可做水平界。 这个境界,我没有这个水平,这个意思太深,超过我的水平。 这是念老的小众。 于是,再度请佛,广设无量佛长。 底下这个文重要了,我若文后。 我听到了,我明白了,定能如法修习,圆满所愿。 听了之后不能够修,但于没听。 听了之后,真看了,真修啊,才能圆满本月。 说,我若的文,如是,等等,妙差。 极其摄取之法。 这就是,教化众生的方法。 我当思维修习。 事当圆满我之所愿。 这说明,我为什么想知道。 我知道之后,我努力修修。 二,我要建一个道场。 广度设法一切最苦众生。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月。 换一句话说。 见佛长。 修行。 正苦。 正苦就是臣服。 都不是为自己。 那为谁呢? 为释放三世。 一切诸佛插头里面。 这一些十法界的诸子。 是为这个。 帮助他们离开六道轮回。 离开十法界。 都生到极乐世界去修习。 一切诸佛众生的方法。 他统统学会了。 修学场所。 怎样才能诸佛修行人。 他也完全能够建立。 建立道场。 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。 那么在极乐世界, 我们看到经常有一句话。 阿弥陀佛在来干什么? 弥陀经常说得很好。 经现在说法。 身形严教。 身形是环境。 极乐世界。 一阵状元。 啊,环境。 现在说法。 是教导。 有形又解。 解形不耳了。 所以这个地方成就快速。 那每一个同学都是修行的好朋友。 那大家都以阿弥陀佛教学去修行。 修正。 身口意行为的过失。 所以, 是慢所愿。 蛮他的愿望。 这个愿望好啊。 没有自私自礼。 阿弥陀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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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